全台國中秀在在和政社開學 很多學生還要在在修心 準備迎接新學年的挑戰 合比國中排球隊 是早就已經開始全力準備 後禮拜在中華四代的國中移組排球連賽 但這會就來去看看他們認識的狀況 合比國中排球隊過完鼓勵春節 球完就提前回到球場補充 大家都不敢放鬆 因為國中已經排球連賽的北区獲賽 後禮拜就要開始比賽囉 合比國中、國中、南駐排球隊 連續兩年都打進去獲賽 去年只獲得一場勝利的勝利 今年他們把目標放在全國獲賽 我們在攻守兩端進行的加強 最重要的是團隊上的溝通 開心打球、提升士氣 有了去年參加冷賽經驗 合比國中、野燈、航加旗艦 強化攻擊突破的領力 跟吃法球的穩定度 中央的球員也都有贏球的強勢 大家後上股統貼到 旗艦可以打出好神職 練的東西很多 但是其實真的選手吃進去的東西 沒有到那麼的有效果 所以最近就是讓他們的訓練可能就是比較多 中間會穿插休息的時間多一點 然後把訓練拆的部分會細一點 那這樣子的成效可能對於選手來說 會比較恰當一點點 那整體的調配也分成個人跟團體的模式去做訓練 對 那以整體的面向來看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 最後還是要看學生當天臨場反應 除了南組隊獲得豪塞主席 今年陸主隊也打敗進行的隊長 秋夏中法官為他一場的參賽門票 那一如高人基層 陸主隊的領袖不強 一定是救隊最大的英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穩定選手的心情 讓他們的當地丟臉 真正發揮認識的性格 那就下視頻也會有何必採訪報的